我其實很少去找人拿簽名 我已經都不拿了簽名 你那次不僅拿到簽名 有沒有拿到電話號碼那些 當然有 否則也不會兩個一起和你訪問 第一次見到他拿了簽名找我拍照 我拍了兩次 我記得很清楚 他說你剛才不是已經拍了一次 你已經拍了一次 現在又再拍了 他就說我剛才拿不到照片 這個我可以自己拿到照片 然後我就記得很清楚這個人 因為他那時候 我去到哪裡他都會出現 死筋爛筋 死前難打 死前難打 就是這個意思 很麻煩 尤其是國家隊所謂封閉式管理 講到十幾年了 當時還是國家隊運動員 你也知道國家隊管理非常嚴格 其實就算在北京 他都未必出來 不要說來香港 都很有緣分 就是見完香港之後 很快就是上海F1 他們就受邀出席 我剛好也有機會去 我就順帶 咦 接下來有方程式 那時候很多人飛上上海 不如如果有機會 就碰一下面 剛剛開始來 因為沒有什麼朋友 全部的朋友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就覺得不太適應 但是呢 又覺得香港其實很小 大家經常見到那些人 很快其實都會適應 加上我之前 我們經常去訓練比賽 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是出去的 所以我覺得我都是一個適應能力 我想他們試試不同的運動 看看他們喜不喜歡我的兒子 因為他們現在去Fencing 劍擊 他們都亂來去參加一些比賽 但是就是小朋友他們自己 我覺得都好 他們是比賽的時候 他們是知道贏、輸 他剛開始覺得輸得很不開心 但是我跟他說 人生是這樣的 不可能永遠是贏的 你都是輸輸贏的 輸贏的時候 你可以從中找到自己 有什麼問題 哪裡不喜歡 你可以去改善自己 我自己現在參與到奧委會 或者其他的社會 體育的公式 其實某個程度上都是 父親或者甚至爺爺 這條路是給我多機會參與 我父母的方式都是比較開放 但是我會接觸得多 我接觸得多 我覺得有意義 我們可以試了很振分人心 是不是自己都可以參與多些 做多些事 幫助運動員也好 幫體育發展也好 是不同時代 亦都有不同時代的需求 你說到奧委爺當時 可能他的體育參與 是主要希望國家可以站起來 我們不要忘記 84年之前 奧運會是參與不了的 沒錯 我們是當時面對的問題 怎樣令到中國 可以重返這個國際大態 奧運會或者體育 是一個再體 怎樣去幫到國家 沒錯 可能對我父母的年代 就是我們已經有成績了 怎樣將成績做好 展示給世界看 我們是一個強國 甚至怎樣舉辦 一個很好的奧運會 展示給全世界看 我們中國已經是強大 來到我這裏 我現在都會心思去想 當時的歷史有沒有可能完結 但不是不參與體育 體育仍然重要 現在國家可能更加關注 是全民健康 全民參與 沒錯 是更多普羅大眾市民 能夠參與到 不只是電視機去看 馬會在體育道路上 參與了很多 由最早可能是硬件 例如體院 沒有馬會沒有體院 這是很現實的 到後面 可能是精英運動員獎勵計劃 這些很直接的 精英運動一個獎勵 到現在我看到 越來越多馬會的支持 是怎樣通過體育 去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是一個soft skill 是一個capacity building 我覺得很重要 我記得當時在政府的時候 十多年前 我們已經說 在香港推動體育 就是要精英化 補給化 和城市化 三化 繼續做 沒有問題 但怎樣可以再加多的商業化 即是怎樣再行一個商業元素 商界的支持也很重要 其實怎樣慢慢有這樣的社會氣氛 或者有這樣的氛圍 可以令到更多商界去支持 亦都是有利可圖 我不是說只是CSR 可能是一個產業的興起 幫他們踏一個平台 我不是很喜歡自己坐在這裡 所以說商界的朋友也好 有經歷的朋友也好 叫你怎樣做 我覺得現在不適合他們 反而我們踏一個平台 他們沒有的是什麼 他們有的是什麼 有創意 有想法 有思想 有幹勁 我們可能有的人物 可能有資源 可能有一些知識 是否可以互補呢 我們踏一個平台 我們在這裡是輔助你的 我在這裡不是教導你的 不是叫你怎樣去行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作為所謂年長 可以幫到他們 他們會感覺到 咦 這些人是幫我的 不只是在這裡加藥式教我 國家是給你一個機遇 大灣區給你機遇 但是你要自己清楚 你自己的優勢在哪裏 你不要以為你是香港人 你去到內地 人家會有紅地毯 機會給你 因為我們現在發展得很高 對 你想想每年有800多萬的畢業生 你是其中一個 全國的畢業生 你要競爭 所以我很希望 其實我們香港的就是 國際化 我們很希望 除了了解整個 我們國家的發展之外 你更加要鞏固你的國際視野 沒錯 這件事已經十年了 我們東亞運動會 香港 2009年的時候的首日風 我插回紀錄 當時馬會買了12萬張票 給學生去看 所以 他也有比賽 他也有比賽 我最後一次比賽 代表馬會 多謝你兩位 也多謝你兩位的分享 以及一直如此有意思的 謝謝 多謝